古铺12月5日训北京时间12月5日晚间22点30分 德甲联赛第十轮 法兰克福主场迎战多特蒙德 上半场比赛连铁大地巧射率先破门 桑桥措施良机 半场战霸 多特克场战时领导一落后于法兰克福 比赛第三分钟 多特开出前场左路并未球给到禁区 门前胡美尔斯插上后的电射将球打偏 第九分钟 辛特格雷中场送出一记长船转移 门前的连田大地将球一停 随后连田大地面对出席的比尔基 一记星桥的挑射破门的分 分一到零 法兰克福率先取得进球 第20分钟 布兰特送出血船 大禁区前桑桥的东射将球稍稍打高 第26分钟 居雷纳左路送出横船 进去左侧桑桥的球后的小角度低射滑门而出 第34分钟 胡美尔斯门前没能将皮球解围 巴尔哥克跟上的抽射将球打飞 半场战霸 多特克场战时领导一落后于法兰克福 比赛阵容 欧阳